以色列军方昨天开展北顿行动 曝光并启动摧毁黎巴嫩珍珠党武装建造的跨境袭击地道 但是强调不会越境行动 据以军方公布的视频显示 这条地道始于黎巴嫩村庄的一户民房下 越过200米开外的边界线 并从以色列最北部的城市梅图拉西南部的农田穿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 伊朗参与了这项跨境地道修筑工程 这是对以色列主权公然和严重的侵犯 但是路透社称视频的真实性暂时无法核实 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昨天下令 要求黎巴嫩军队和安全部门 并且关注南部离以边境地区的局势